2022年底选战将进这宜兰县被视为是民主圣地 但如今县长林姿庙陷入贪污 宜云风波已经被起诉 民进党的宜兰县长参选江聪渊是趁盛追击 党内更是跨派系相挺 今天前立法院长苏家全 跟带领绿色立委联盟到宜兰助选 要拉高他的支持度 刚聪渊 斗算 刚聪渊 斗算 担任台湾绿色立委联盟理事长的前立法院长苏家全 带领卸任立委成员直冲宜兰 替不同派系的县长参选人江聪渊加油打气 跨派系结合拼团结盘他能在民主胜地夺下胜利 开头破题 苏家全既望江聪渊能够获得胜选 毕竟当前宜兰县长林姿庙 身陷贪污疑云被起诉 民进党有机会在二零二二扳回一城 但对于林姿庙本人来说 可没受到什么影响 行程照跑选民一样很支持 好 选跑 出席宜兰庄围乡大福社区活动中心的动土典礼 林姿庙受到热烈欢迎 不过从最新民调来看 林姿庙拿到百分之三十点三支持度 而民进党的江聪渊 则夺得百分之二十九点三 两人可说是势均力敌 另外民众党的陈婉惠则是以百分之七 畏惧第三 这让绿营更有信心 民进党拼权力翻转宜兰民主胜地团结 为何民进党像江聪渊 还有行政经验 做过宜兰市长两院的好选人 有什么民调说这样 民进党拼权力翻转宜兰民主胜地团结 辅选冲申市要在林姿庙陷入争议池 财经脚步趁胜追击 记者林伟伦交国风 苏志杰采访报道